思路有一些改变了 反而是推出了非常多款入门的车 而且只要台币100多万元 你就能够开到了BMW或是在Benz的轿车了 大家看到在手版当中 150万里头就能够入门款 包括了BMW1系列 只要台币147万元 而在这个包括是Benz 这个蓝色的 虽然说有点小 这个Akkas的部分 也只要台币145万元 并不算太过以Benz来讲 另外是在这个Audi的部分 是在A3系列了 141万是三台当中最便宜的 而且同样该有的都有 确定还是要问一下 这个以消费者的角度来看 这个现容 针对这些比较平价的入门车款 对你自己来言 觉得会有吸引力吗 好的 100多万的车让我来选 当然选择很多 但是我比较就不会去选说 1A2B系列里面的一个低价款 那为什么 因为刚才提到 这三台车算都是100多万 但是第一个你先看它的引擎 这个所谓的马力来讲的话 大概都1500cc上下而已 这当中算是比较小型车 那对我们来讲 当然身高可能比较高一点 腿有时候觉得长一点 塞进去就觉得腿有点伸不太直了 所以这种通常都比较适合说 年轻人的一个部分 我们刚才讲大部分都是针对 大概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大概我年纪也比这个稍微多了一点点 所以这个部分来看的话 可能我比较就有100多万的预算是OK 但是我大概就不会去选 我宁可选说稍微这个当中 不是那么一线的品牌 但是车型会大一点开起来 会宽敞舒适一点的车重 好这个见手 这个当然这个ERB他们去主打 这个策略一定是他们自己的目的 这个价格当然是非常的便宜 只来到150万元就有着 能够来入主了双B的轿车 但是是不是相对的配件 其他部分会压得非常的低 它缺点 的确也是 那这个就是呼应先我刚刚讲的 就是说实际上这些车 双BERB这几款入门车 其实回过头来就是说 我谈了一个观点就是说 车厂他为什么要 车厂 车厂 这样子不会降低他的品牌价值吗 不会的 因为车厂他有他自己的 我举一个例好了 那个Benz 宾翅 宾翅你说他品牌价值会被 因为你看宾翅从货车拖车 他什么都做 对但是但是你在你心目中 你觉得你觉得宾翅 你看到路上有宾翅的Bus 或者是拖车 你会觉得你开了一个 跟拖车一样品牌的车子 可是我觉得大家会有个心态是在说 譬如说他想要去选择一些双B轿车 或是说比较好的车 能够显现出来自己的品味嘛 就是说我不希望 这么多人跟我开一样品牌的车 我不希望大家都开Benz 我不希望大家都开BMW 如果说他现在已经把价格 压到那么低 等于说他的确 入门的这个门槛变得非常低 很多人都能开了 那这其他原来是忠诚的 这个双B的顾客来讲 不会会降低他这个品牌价值吗 以前的双B 就像您刚刚讲的 以前双B都是两三百万的车 包括奥迪也都是很贵的车 那现在其实他们 为什么要推这个低价款 其实他他他要延伸的 不是他的他过去的课程 而是他要开创的是他的新的课程 就是以前开不起双B的人 现在年轻人 我只要努力赚一点钱 他的课程大概是在几岁到几岁 以前我讲以前 以前的Benz的课程 其实相对来讲 他的年纪比较 属于年纪比较大了 那BMW稍微再年轻一点 那那奥迪跟BMW差不多 但是呢 他都是一定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人 才能才能才能去拥有 那现在他大幅的把价格往下拉 其实他就是为了这个 这个品牌的销售量 他他必须要大幅的在成长 这是这是有他企业成长背后的一个 一个相对的一个一个 一个产品策略在里面 所以所以他才会去做很多 其实像您刚刚提的这三辆车 以前传统的双B跟奥迪 奥迪是四轮驱动为主 双B都是后轮驱动的车 但是你看这里面的三辆 刚刚那三辆车里面的 其中有两辆的 不管是Benz或是BMW 都是前轮驱动车 他们尽可能的在在产品的 的那个那个成本上面 去做一些节省的动作 那当然也反映了你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在内装上面 跟跟传统的两三百万的双B 其实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那为了其实就是希望能够 更符合年轻化的需求 然后把把整个市场的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把它做大 他大概年龄层是在 所以他现在 对他现在希望主打的 包括他整个 其实你只要去一趟 整时间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包括车设 包括内装的选择 包括整个内装的设计 其实都是像走的 都是相当年轻化的趋向 所以这二十三十岁 这个年龄层 这现容应该也算符合 对不对 也是主打年龄层的吧 所以完全不考虑吗 即便说他这个价格这么低 还是未来想说就是给小朋友开 这种车可能就比较适合说 你家庭里头 大概已经有比较大型的车种了 那小朋友想要在这当中开一台车 可是又想要有这个品牌 不错的话 这种车就比较是可以来做一个选择 那像我的话 我习惯就是 像我以前开过两台车 一台是Volvo 那个非常 就像方方正正 像坦克车一样 开起来很安全的 一个是现在开的休旅车 注重的就比较家庭的一个性能在这里面 所以这种可能跟我的风格 就稍微比较不服一点 好 不过同样是价格的问题 如果说你不想要去选择到面子的问题 的话不想要说我不要EA2B 如果同样一百五十万的这个价格 这个建设还有没有其他考量 是的 我想其实其实我们其实这一百五十万这里 其实可以做很多的选择 其实我们从这个表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 一样在性能上面 其实你可以选择很多像那个Ford 或者是那个Volkswagen 或者是mini 这其实都是 我们讲说品牌地位 品牌价值上面比EA2B稍微在差一级的 但是实际上你比较它的那个 那个排气量啊 比较它的马力啊 你就可以发现说 我们花同样的价钱 排气量你看将近是2000嘛 都1968cc 是 这点就符合了限用 它排气量就会比较大了 对 而且马力也相对也大很多 所以这个也是车厂 他们的那个做产品规划的人 他们非常非常聪明的地方 或者是非常精算的地方 就是我同样的价钱 我的品牌地位没办法跟双臂比 那我毕竟呢 对 或者是我端出来的牛肉就是比较多 用这种方式来吸引消费者 还是要问一下消费者最直接了 对不对 刚现任说 我不会去考虑这三台 这个1A2B 因为这个吸引素太小了 可能这个腿一伸 直接撞到前面了 现在还是要去建议帮我们拿下这个手把 我们来看一下 不管是在Ford 这个Focus 还是包括了在Volkswagen的这个Golf 这个今年算是卖的非常 非常不错的车 这个吸引素至少2000嘛 够不够 这个吸引素就够 而且里面还有一款车 要特别注意 虽然说吸引素变大了 油耗居然没有变多 一公升还可以跑到快20公里 这个大概就可以比较符合说 现在高油价时代的一个选择了 好 这个还是要问一下建设 从来看到 因为其实在 不管是在Golf 还是包括了Mini Cooper 其实在台湾 接受度算是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是男女通吃是不是 是的 没有错 因为他们的 包括在欧洲 在他的原产地的那个产品定位 其实也是 他们也是希望走在一个 比较年轻的 性能车款 那符合时尚潮流 个性化品味的 这样的产品定位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他不管是这样的车子 就是一般没有那么高档品牌 但是他的那个高价 这在他们产品里面 其实都已经算是高价车了 在高价车里面 他提供着足够的性能 那包括那个内装配备上面 他们也其实也都比同价位的 1A2B其实好很多 好 不过另外一个有趣的是在说 在今年台湾这个卖车的这个状况 以这个欧系的这个先辈车 而且是比较小 小车为主 这个比去年成长销售 是大幅增加一倍之多 特别台湾人是非常喜欢 这种欧系的先辈小车 是不是 应该这么说 就说在Golf那一台 应该这么说 就是先辈小车 其实他的原产地 如果我们从汽车历史来讲 他的原产地其实就是欧洲 欧洲人其实就是 我们讲这种车叫做Hatchback 或是Compac的车子 其实其实欧洲在 就是欧洲年轻人 其实其实本来就很喜欢这样的车 你从一九六年年代开始 就是这个样子 那一直到后来日本车进到欧洲 或者是进到美国去 他们也学习欧洲人的汽车设计 所以这样的五门先辈 或者是三门先辈的车子 其实在汽车市场上 一直代表的就是一个年轻人 喜欢的代表着个性品味的 一种一种汽车造型 所以先辈车 现容是完全不能接受 为什么说欧洲车会喜欢坐先辈车 如果你去法国开过的话 大概就知道 台湾就不用先辈了 法国的马路是非常的小小的 如果你要开在上面 把美国车这样去开 你会觉得有点进退为谷 那所以说为什么 你在欧洲去开车 你会发现几乎每一台 都讲我们讲的先辈车 没有屁股那种车 原因其实跟它的道路环境 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存在 那当然台湾的话 为什么这几年流行 因为停车位也越来越难找 而且车位好贵哦 对对对所以你这个部分都有它的时空背景存在 所以其实只认为说像现容这种人 因为它一定非常多 讲求比较实际使用的人 不管说他希望说吸数可以大一点点 或是说他有一些家庭功能 但是预算又没有说太多的话 这三台可能会哪一台会比较OK 如果不这么计较品牌价值的话 就是当然那个Golf的GTI GolfGTI是一款是一款就是说 它有它产品的历史 你开出去所有就是年轻一辈的都知道 你开的是GTI 不是不是寻常的Golf 所以它会是一个一个 就是说在价格跟那个 那个performance上面是一个是一个 可以可以也许可以被考虑的选择 好业度考虑 除了这个Golf呢在台湾是呈现了狂卖之外 我们来看到说据了比较一个 公信力的调查显示说 到底在今年台湾人他买的车 多半都还是哪一个为主 满意度是比较高的 大家都知道说最近在美国一台车 非常的红叫做Tesla 因为它是经过了消费者报告呢 评比最安全而且是外形最漂亮 而且价格以电动车来讲 算是比较贵了 但是目前还可以接受 因为这个车型太美丽了 那台湾的部分到底有哪些车 真的是非常受到台湾人的喜爱呢 这个是根据了这个雅虎 他们输了一个这个调查显示 不管是在第一名呢 既然是在Nissan的GTI 是号称是东营战神 但是好贵哦 中股价还来到350万元以上 第二手还要350万元 我直接去买Benz就好了 对不对 第二名的是在BMW M3 性能的这个跑车 以及包括了Nissan 包括了Benz C300 BMW 335i 最后一名的部分 也算是不错 满意度满高的是在HONDA的S2000 号称是一个敞篷跑车 我也不知道说在台湾 为什么要买长篷跑车 怎么样炒 怎么样跑啊 价格是比较低啊 来到了六十到七十万左右 这个还是要问一下 试料一下嘛 现容 画面上 如果中股价的话 你自己是消费者 会选择哪一台 先不考量价格的话 大概最有兴趣 还是排名第一 你上的GTI 不考虑价格 这个就很重要啊 那为什么谈GTI 可能大家觉得这台车 你上的日系车 为什么中股价350万 我这么说好了 如果你对这个GTI 不熟的话 你应该看过 头文字低的动画 或者是看过他的一个电影 那那个电影里头呢 藤原拓海 他开着86 击败的对手是谁 就是这当中击败了这个 GTI 一战成名 那为什么会拿GTI 在电影跟在动漫里头 被86给击败 当然就代表说 他在整个车子的性能上面 在汽车市场里头 具有相当重要的一个指标性的地位在 所以这个部分为什么说大家会搜寻注意GTI 有他的背景存在的因素在 所以这个大家对GTI 是有一些梦想的成分在是不是 Jance 我这么说好 我买不起 但是我有个幻想一下 其实你从这几 这这个表格里面这六台车看起来 我我简单归纳 这叫做梦 就是觉得到作为你梦 就跟法拉一样 他不是卖车 是卖梦 是他这个梦 那为什么GTI 在这里是一个 是一个这么多人梦中的 最精华 极品 梦中的极品是 为什么其实其实日本跑车向来跟比比起欧洲跑车 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其实都差一块 但是GTI 这台车非常不一样 就是他刚开始测试的时候 他因为在汽车业 汽车业有一个有一个盛电 叫做那个纽柏林北跑道 那是二十二公里 总共有七十几个弯道的地方 所有的车子 你要在市场上要扬刀立威 你就是要到那里去跑 看你跑几秒 GTI 一下呢用一台就是台湾卖大概五百万左右 五百万左右 我们用台湾的价格来看 新车五百万 他一下去跑 跑不到七分三十秒 七分三十秒跟他跑同等级 我们不要讲同等级啦 跟输他十秒以内的车子通通把他拉进来 每一台 其实你去网路上查一下 七分四十秒 七分四十五秒以内 再满十五秒好了 七分四十五秒以内的所有的欧洲车 价格都是他的一倍到两倍以上 所以他的CP值很高 是 是 是为什么他在性能车界被称为 这是为什么叫做东营战神 就是他的传奇地位是 是因为纽柏林北跑道 他的成绩实在太惊人了 对 所以其他同款的性能一样的车款 是想要他的两倍起跳 千万以上 所以这样相比上来这个GTR算是 我花五百万就可以买到一台 在纽柏林跑七分二十几秒的跑车 这是一件多么多么有价值的事情 从性能迷的角度来看 这个人有梦最美 希望相随 还是要问一下 这个希望相随 但是还是要有钱嘛 对不对 从股市当中 刚刚现容特别的这个卖一个官子 说在零组件的部分 也许能够有一些这个加持的功能 零组件我们就直接来切 有哪个部分 是现在同志人可以相对关注的 好的 那今天汽车股的部分 荷泰车 玉日车都拉到涨停板 不过如果说以汽车来讲 我觉得比较值得关注的 反而是玉龙 那为什么提玉龙 礼拜一它有个利空说 中国的一个东风玉龙汽车 它出现亏损 可是这个利空出来之后 你看股价就不跌了 这是什么味道 大家注意 那汽车零组件的话 当然我们提到美国市场是一个重点 那美国市场 我们未来去注意三个趋势 一个是开始电动化 第二个 智慧化 第三个 无人化 那这三大趋势你去找 大概相关的零组件的一个商机 就会在这里头 谁能做到最有智慧的汽车 谁能做到自动驾驶的技术 可能是名牌 阿翔